为称彼如来明,如彼如来光明至相 先破我们的无明 光明先破我们的无明 我们凡夫修行第一步就是把你的知见改过来 知见改过来,这个修行提升的速度快 甚至于可以不退转 我们很多人学佛呢,他知见是错的 他修得很猛,结果是反方向 你比如说,你说我们从新加坡 我们这么说吧,从吉隆坡到新加坡 那他上来就跑,就往泰国跑 他跑得很快,看谁先到新加坡呢 那个人跑得很快,杀腿就跑了 他都没认准新加坡是哪个方向 直接跑到泰国去了 越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所以他知见就错了 你看我们佛门呢,有很多人修行很精进 很苦,苦修啊 最后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他知见上就偏离了 所以这个修行啊,按修行法门来讲 非常困难,难行到 那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名号里就有光明 光明志向 名号里就有无量寿 就光寿都在这句名号里面 你不要操心方向的问题 作为同学,你坐飞机 你操心方向的问题吗 我从新加坡坐飞机飞到北京 我上飞机我就不担心 我没有一次担心 飞机一起飞了 哎呀,别飞错方向了 别飞错了 别飞到那边去了 麻烦了 根本就不操这个心 我上了飞机 有的时候就上去就睡着了 那会休息吗 我不会担心 我因为睡着了一下飞机 而且不是北京 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可能 但是我在印尼举这个比喻呢 有印尼同修很可爱 师傅,万一航班出问题 你飞别的地方了呢 我说这个按正常的比喻 这是比喻 阿弥陀佛的航班不会出问题 说到就到 所以有的人 他要听这是比喻 你不能拿实际事情来较真儿 那就跑偏了 所以佛呢 你看 天亲菩萨这个解释 他这个次序很有意思 这个如实修行相应啊 同修们要是真正深入佛法 你才知道这句话太难了 如实修行相应 你跟佛相应 哪那么容易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 这么严重 你一修跟佛就相应了 那真不容易 但是你一念阿弥陀佛呢 跟佛就相应 你一遇见阿弥陀佛的